女人正在观察买了的鱼 下一秒她就被戴上头套 迷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密室 周围满是摄像头 她尝试拍门呼救 但根本没有人理她 更可怕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某个直播间现场直播着 刚开始 直播间的网友觉得这是个演员 但没有知道 这场直播将会引起惊天命 而他们都会成为帮凶 实验开始 密室的喇叭传来声音 她让女人停止求救 并告诉她 这是一个十天十夜的游戏场地 而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 人类十天不睡觉 到底会怎么样 在游戏期间 每天的早八点和晚八点 都会有固定的娱乐项目 保证不会无聊 女人没有选择权 她只能被迫接受 晚上八点 喇叭里突然传来孩子的声音 上来就喊她妈妈 一阵煽情过后 孩子的情绪突变 骂女人毫无人性 怎么能残忍抛弃她 还说女人是杀人凶手 原来女人之前 确实有过一个未出生的孩子 但迫于现实压力 才选择了堕胎 很显然 变态的实验组 对女人的信息了如指掌 女人被戳到了痛点 顿时羞愧难当 只想捂住耳朵逃避 但是孩子没有停止哭诉 她继续说道 女人燃起了一丝希望 开始在密室里查看 可空荡荡的房间 除了她之外 只剩一个白色塑料桶 此时 直播间里纷纷开始刷屏 网友都想知道 那个白桶里到底装着什么 女人也按捺不住好奇 小心翼翼地打开白桶 可下一秒 她就被吓惨了 原来里面是一桶碎肉 恶心程度 足以让人吐得翻江倒海 但为了出去 女人只能强忍住不适 在碎肉里寻找线索 一番搜寻过后 还真从里面翻出了一个娃娃 此时大门突然被打开 进来的却是一个黑衣人 女人以为自己得救 黑衣人却强行将她绑在椅子上 此时 女人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个女人快被玩坏了 黑衣人拿出电棍 示意她坐上去 女人惊慌不已 只能乖乖听话 黑衣人将她的四肢 绑在椅子上 随后给她戴上VR眼镜 设备里循环播放恐怖画面 不断有惨叫声传出 女人被吓得大喊大叫 而这一切正在通过网络直播 网友看到这一幕 纷纷觉得刺激有趣 甚至夸演员演技相当逼长 第一晚 女人就这样在惊悚中度过 经过一夜的折磨 她又被带到冷酷里 广播突然询问女人 如果杀死你的父亲 可以拯救六条无辜的生命 你愿意做吗 女人迟迟没有回答 黑衣人就用高压水枪 刺她的身体 直到女人被折磨得受不了了 才被迫答应 惩罚也随即结束 本来以为这场游戏 只是折磨她自己 但到了第三天 游戏升级 黑衣人又带了一个蒙面女人 此时广播响起 只要女人答对问题 就可以活下去 当女人说出答案的时候 黑衣人拿起枪 将面前的蒙面女人抱头 一瞬间鲜血四溢 这一幕让女人彻底的慌 她终于意识到 想要活命 必须精神高度集中 为了让女人不睡觉 变态实验组 什么都做得出来 而直播间也越来越活跃 这时有人出来质疑 这不是演的 但刺激的画面 给众人带来的爽感 让这部分声音渐渐消失 他们甚至开始期盼 有没有更刺激的项目 黑衣人打扫完现场 继续给女人戴上VR眼镜 血腥恐怖的画面 一次又一次的刺激着她 漫长难熬的长夜又开始 到了第四天 女人已经脸色煞白 浑身瘫软无法占领 完全失去了正常人的面貌 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 女人已经在崩溃边缘 她靠在墙上昏昏欲睡 这时黑衣人推出一份 被锁的食物 广播再次响起 告知女人 必须在一分钟内打开锁 否则食物就会被收回 几天没吃没喝的她 已经饿到了极限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在试到第五把钥匙的时候 锁被打开了 女人不顾一切地 抓起食物往嘴里塞 这时广播提醒她 打开餐盘的钥匙 还可以打开密室的门 但是 黑衣人已经扯了她的头发 准备将她拖回椅子上 强烈地求成欲望 让女人开始自救 她给了黑衣人致命一击 捡起钥匙 就往大门冲去 试了一把又一把 当她终于打开门锁时 黑衣人一电棍将她放大 到了第五天 女人已经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她只能躺在地上 恍惚中她闭上了眼睛 可刺耳的警报声立马响起 如果这都能睡着的话 黑衣人就会电棒伺候 很快 新一轮的折磨又开始了 人要是十天不睡觉 会怎么样呢 看看这个女人 目光呆滞 脸庞煞白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已经整整五天没有睡觉 身体承受力到了极限 这时黑衣人又走了进来 她把女人抱进一个木桶 再放进三只老鼠 然后把木桶锁上 广播随即说出 老鼠已经饿了三天三夜 看见东西就会咬 如果想活下去 就得自己想办法 实验人员还贴心的 在直播间和网友们解释 说这叫做高度行为唤醒系统 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触发内心的求生欲 现在女人的精神状态 就处于这个临界点 果然 女人不负众望 短短半个小时过后 女人满嘴是血 老鼠已经没了动静 随后 黑衣人打开木箱 可女人的噩梦还在继续 到了第六天 女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就在这时 密室竟然传来了手机铃声 她顺着声音寻找 终于在那个玩具娃娃里 发现了一部手机 女人立即拨通报警电话 可她不能提供任何有效信息 警察也只能在那边干着急 话还没说完 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 这次 希望彻底变成了绝望 她真的要疯了 而此时的女人 脑海开始产生幻觉 她看见一个男人 又看见一个女孩 阴暗的房间 弥漫着诡异的氛围 她甚至在汤锅里 看见了自己 以及吃人手的屠夫 实验组觉得差不多了 把她绑在手术台上 对着女人的脑袋 就是一顿操作 转眼到了第十天 经历了重创的女人 被扛在椅子上 此刻的她 连坐都坐不稳了 等抬起头时 她突然抓狂 眼前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 女人就像看见了 世上最恐怖的东西 抡起锤子 就把男人砸得稀巴烂 很快 男人就没了动静 这时 她发现 密室的大门没有上锁 她拖着虚弱的身体 往外走 一边走 一边观察四周 居然没有人阻拦她 女人就这样逃了出来 她一路狂奔 最后体力耗尽 瘫倒在马路上 好心人路过 将她抬上车 可奇怪的是 这两个大妈 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经历了十天的飞人折磨 女人终于成功脱险 回到家 她喜极而泣 第一件事情 就是喜去身上的污垢 这时 门铃突然响起 女人像是被触发 防御系统一般 惊慌地起身查看 突然一个恐怖的怪物 出现在门口 女人想都没想 拿起刀 朝对方狠狠地刺去 而这时 直播也突然结束 理由是 实验成功了 女人却因为谋杀罪 被判入狱 因为她杀的不是怪物 而是自己的父亲 警察调查之后发现 女人的大脑 被人为改造过 丧失了分辨人脸的能力 只要受到刺激 就会产生过激反应 最终 女人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而另一边 高级官员的夫人 被人绑架了 而这位夫人 正处于女人 被关了十天的密室 原来 实验的最终目的是 行刺高级官员 而女人 也只是一个实验品而已 看到这儿 悟空想问一下 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不睡觉呢 为了保命 还是不熬夜的好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 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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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电影世界